阴极九旋神功乃是海外悬门秘籍 这个男人只是习练了扇板侧 便已能够点水成冰 寻常之人中他一掌 立刻血脉结冰 身中寒淫之毒而亡 当他练成第八重时 刀枪不入金刚不坏 一如铁板一块 暗器毒标射入体内 内力烧运立刻破体而出 今天给大家带来老电影游侠情 李家宝宝主从海外得到两本 阴极九旋神功秘籍 据说炼成此功便能够天下无敌 冷天雷和妻子得知后 立刻前来抢夺 一番激烈的打斗之后 李宝主夫妇双双毕密在他们的刀下 眼看神功秘籍到手 不想此时李宝主的弟弟赶来 趁其不备 一刀了结了冷天雷妻子的性命 并夺回了半部秘籍 冷天雷眼见妻子血浅当场愤怒无比 当即上前与李宝主的弟弟拼命 弟弟那是他的对手 几招过后便受伤倒地 性命不保 千军一发之际 慕罗门掌门夫妇赶来营救 冷天雷不敢恋战 只得丢下女儿 带着九旋神功上半部逃之夭夭 时间一晃二十年过去 大山深处 一个名叫杜孟菲的小伙 自小便跟随师父在山中销炼武功 他天资聪明 勤奋好学 在师父的精心调教下 已经尽得师父的真传 师父眼看他已经长大成人 以他现在的武功 在江湖之上也是一顶一的高手 况且也应该让他下山渐渐失眠了 随后杜孟菲便辞别师父下山闯荡江湖而去 这天他途径一片树林 正听到两人站在谈话 说的是臭名昭诸的天雷帮 在帮主冷天雷的代理下 勾结光复 无恶不作势力越来越大 最近又派了不少手下 到处抓捕单身的少女 这让他对天雷帮心生恨意 随后鸡肠碌碌的杜孟菲 便来到一处饭馆休息 饭菜的香气扑鼻而来 馋得杜孟菲直咽口水 可是他现在分文没有 只能无奈的闷关凉水冲击 这时木龙门弟子孟瓦尔来到他的面前 看他男中羞涩 立刻大方的为他赴了面前 这让杜孟菲感激不尽 就在他大快朵頤之际 一伙天雷帮的人闯进了饭馆 我有份说较强行带走网儿 杜孟菲一个剑步挡在他的面前 三犬两脚便将一伙人打得抱头鼠串 网儿连忙上前感谢杜孟菲的仗义相救 随后便转身离去 看着如此娇美动人温柔可爱的女子 杜孟菲的目光久久不愿离开 此时老板作为感谢 为他端来一只烧鸡 这才把他的目光拉了回来 随后杜孟菲便在一个大树枝上 啃起了香喷喷的烧鸡 就在他享受美味之际 天雷帮的人又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原来他们又盯上了一个名叫李赛南的女子 几下便将他抓住 眼见女子即将遭殃 路见不平一声吼 杜孟菲立刻飞升而下 再次挡在了天雷帮的面前 还是没用几下便将一伙人打得转身而逃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非但没有等来女子感谢 反倒是被他埋怨了一通 嫌他多管闲事 随后便起码扬长而去 另一边天雷帮中江湖十大黑道的首领集聚 这天雷帮和帮主冷天雷残忍霸道 各首领稍有反对之声 便会遭到冷天雷的冷酷镇压 于是各首领为自保纷纷臣服于天雷帮 这让冷天雷得意无比 可是让他恼怒的是老原家木龙门却联合了江湖各民们政派 处处与天雷帮作对 让天雷帮损失了不少手下 因此冷天雷对木龙门怀恨在心 欲除之而后快 并且他最近得知自己二十年前丢失的女儿正在木龙门中 所以一直到处抓骨 木龙门中与自己女儿同意的女子 期望能够妇女团聚 这时手下来报发现一个名叫李赛南的女子 与帮主女儿十分相似 只可惜被一小伙救下 冷天雷一听立刻大骂手下无用 当即派他们再去抓捕 夜晚天雷帮的人就潜入李赛南投诉的客栈 这次终于顺利的将李赛南装入口袋掳走 恰巧被杜梦菲暗中看到 只是他这次学聪明了 没有贸然阻止 而是悄悄的跟了出去 时间不大他便尾随来到了天雷帮中 不想却误入了机关重重的密道 好在他身手敏捷 机智地躲过层层暗器的偷袭 终于来到关押李赛南的密室 而此时赛南也早已挣脱口袋 将他误以为是冷天雷 当即一只独标射出 杜梦菲躲闪不及当即中标 原来李赛南并不是他的女儿 而是二十年前惨死的李宝主的女儿 他千番百计想要混入天雷帮 就是来为父母报仇的 就在这时冷天雷来密室 眼见杜梦菲伸手剧毒 李赛南不敢恋战 只得带着他逃离天雷帮 回到客栈 杜梦菲中毒右臂已经毒发 整个手掌通体发绿 眼看性命即将不保 好在李赛南及时给他喂下了解药 这才救下了他一条性命 与此同时 冷天雷也终于找来了木龙门 扬言要将木龙门斩尽杀绝 可是此时冷天雷突然发现 木龙门弟子木瓦尔竟如此的熟悉 认出他正是自己苦苦寻找了二十年的女儿 大喜国王当即较强行带他回天雷帮 此时闭关多年的木龙门师祖 飞升而至来到众人面前 二十年前李家宝那一战 冷天雷自始不会忘记 当即上前施展起九旋神功 与他动起手来 一番善天入地的拼斗过后 两人打了个平手 冷天雷自知今天不会占到便宜 当即飞升而退 幸运的是他不知道 其实此时木龙门师祖 刚才最后一掌已经拼尽全力 武功济飞 当今武林已无人是冷天雷的对手 与此同时 李赛南眼见无法打败 拥有金刚不坏之身的冷天雷 于是便找到二叔想办法 二叔当年有幸躲过冷天雷的毒手 多年来一直躲在密室之中 苦苦钻研九旋神功的下半步 当他得知 冷天雷已经炼成九旋神功之后 顿时心中一惊 瑞晨思说道 九旋神功密集下部提到 此宫有意致命起门 就在脑后 只要射中神功必迫 随后二叔也自赛南口中得知 木婉儿的真正身份 立刻要求赛南除掉这个仇人的女儿 赛南心地善良 哪肯伤害这个无辜的姑娘 只是迫于二叔的压力只得照做 将毒药下在了木婉儿的茶杯之中 好在最后时刻 赛南还是心软将茶杯打落 木婉儿得知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 思索再三 终于决定亲自前往天雷邦 说服冷天雷停止作恶 与李家和江湖各派和解 而此时 二叔也突然改变强硬的态度 声称 只要冷天雷来密室 对着李家的牌位磕三个头 那他们之间的仇怨就算一笔勾香 当冷天雷得知了二叔的要求后 立刻仰天大笑直呼吓话 杜孟菲紧接着又说道 李家还大意将九旋神功的下半部一并交出 木婉儿也趁机相劝 如果父亲肯认错 他便愿意一辈子侍奉他 神功女儿就在眼前 而且借此机会 正式将李家斩草除根的大好时机 冷天雷立刻心怀鬼他的一口大意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二叔此时也已经布好了陷阱 只等他的到来 第二天 冷天雷便如约来到了密室之中 仇人见面 愤外眼红 那还会有什么认错和解之说 当即上前拼斗在了一起 瞬间 密室之中 两人你来我往 飞天遁地 毫不热闹 时间不大 两人已经大战百余回合 只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此时冷天雷已经参透 九旋神功最后地窖虫 二叔最终不是他的对手 身受重伤 千钧一发之际 赛南一个纵身启动机关 一只毒箭直刺冷天雷的后脑气门 冷天雷的神功瞬间被迫 身中剧毒 最终发狂毒发身亡 故事到此结束